台灣開發大陸遊客自由行以來 人數從一開始的3萬人次增加到了19萬 成長幅度相當大 而這些自由行的行程和一般大陸旅行團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我們就一起跟著客製化的 單車大陸客一起遊台灣 1984年出生的李龍 是中國所謂的80後世代 這一次來台灣自由行 將以單車還台的方式認識台灣 為什麼從這邊出發 因為這邊是台灣所有單號省道的起點 這段環台旅程沒有預定的行程表 他們打算以隨性漫遊的方式 看看未來11天 台灣會給他們什麼驚奇與印象 其實在此一次性車的過程中 後面的車輛不會去安喇叭催送你 同樣一分鐘時間 你站在台北街頭或站在北京街頭 去看時間 去聽到鳴笛聲 我覺得在台北是聽不到的 你要看什麼耳套房還是養房 它是通過都有三種 這一晚車隊夜宿在天祥天主堂 除了不住一般觀光團住的飯店 連消費也不去大型購物站 而是小型商店 我們預計11天的行程恐怕不少於50個便利商店 或者是一般的雜貨店 然後晚上去的夜市也有三四個 未來台灣做這種主題遊的可能是一些特定的愛好人士 那大部分可能是年輕人或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白領階級 就像這次我們四個成員裡面有一位女生她幾乎每天晚上都買很多東西 買了五瓶醬油吧 基於對台灣食品安全的信心 這趟旅程裡不管是如何陌生的食物團員都敢嘗試 而他們所拍的照片食物也佔相當大比例 在山頂小廟旁吃著豐盛的泡麵 這樣的服務也是客製化行程的一部分 在單車上許多風景轉瞬間略過 在這群單車路客心中所留下的台灣印象 也許就如同煙火般短暫也如同煙火般燦爛 一會兒 阿地 谢谢大家